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单日票房首次连续5天超过10亿人民币 创造了春节假期观影人数的新纪录 贾玲导演的温情喜剧《你好 李欢英》是今年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贾玲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 她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中国电影春节档的票房往往会奖励那些老少皆宜同时又催人类下的电影 《你好 李欢英》显然具备所有成功的要素 在这部电影中 贾玲饰演的角色叫贾晓玲 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她的母亲李欢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去世 她的世界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悲痛万分钟 她发现自己神奇地回到了1981年 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年轻时的母亲 贾晓玲试图利用自己超前的想法来改善母亲的生活 但是她的计划一再失败 贾玲称这部电影是她对现实生活中的母亲的致敬 她的母亲在她19岁的时候不幸去世 这部电影是以她和母亲在一起时光的回忆为基础 同时 这部电影也改编自她于2016年在浙江卫视 热播的综艺节目 喜剧总动员中第一季表演的同名小品 这部电影与原小品的节目相同 但是故事的情节并不相同 表现方式也有所区别 小品相比电影有更多的限制 电影则是更多的发挥空间 本片中的几位主演都是舞台表演出身 这些舞台经验也为本片的喜剧效果提供了保证 电影主要采用了三段式的表现方式 第一段讲述了李幻音发生意外之前和贾晓玲的日常生活 第二段是穿越的部分 第三段是电影的升华部分 也算在穿越部分之中 电影的结尾非常巧妙的设置了一个反转 一下把影片的山顶指数拉到最满 原来穿越回去的不只是贾晓玲 她的母亲李幻音也同样穿越回去 并且比她穿越的时间还早 原小品中贾铃是作为单独的穿越者 在电影中改成了母女二人共同回到过去 再续母女情 在这里贾铃不再是单独讨好母亲的女儿 而是母亲和女儿互相成全 相互奉献 也可以算作是母亲李幻音对女儿贾晓玲的告别 这样的改编让人眼前一亮 母亲的离开是贾铃一直难以解憾的心结 对她来说 不管是小品还是电影 都是她弥补内心深处那个缺口的一种方式 我不是为了当导演才去拍电影 是为了拍李幻音才去当的导演 贾铃这样解释自己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电影讲述的主题是母女之情 人人都懂这种感情的珍贵和动人 但不是每一部这种题材的电影 都能得到观众的肯定 我们之所以能在你好李幻音这部电影里面产生共情 因为我们相信了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有记者问贾铃 你已经找到让观众笑的套路了吗 贾铃说 我的套路就是真诚 发自内心的真诚 说到底 关有情感是不够的 情感表达的够不够 真挚和诚恳 才是决定一部作品的关键 贾铃在她的这部电影处女作中 投入的不仅仅是情 更是真情 是她对电影对创作的态度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我们完全能感受到 她说的话不仅仅是台词 更是对她母亲深深切切的思念 和对过去岁月的缅怀 这是打动观众 并愿意去影院买票观看的原因吧 本片在春节大开始初期 并没有现在这样火爆 而是相对低调 在春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 却实现了议席甚至反超 这也说明 影视作品最重要的依然是创作本身 只有真心诚意的扎根创作 才是立足之本 我眼儿啊